杂粮行业者听到乌克兰确保粮食安全 禁止出口玉米小麦等物资 赶紧打电话问供应商 看看杂粮行600克的玉米 农历年前零售价30元 现在已经40块 600克的小麦和前一周相比也上涨1成4 农委会统计进口玉米小麦等 以美国巴西阿根廷为大宗 去年乌克兰进口1亿1106万美元 只占整体0.6% 即使影响小 但国际粮食价格势必波动 国内黄小雨长势恐怕hold不住 像这种输入性通膨 必须设法让你的货币的汇价能够稳定 比如说像台币 如果有一定程度的汇价支撑的话 那对这种进口的 这些原物料大宗物资的话 你就不用怕它价格一直散扬 看看主机总数公布 二月消费者物加指数CPI 年增率2.36% 连七个月破2%通膨减接线 主要是国际油价带动交通费价格 加上蔬果肉类等调涨 其中鸡蛋涨幅值比三成达 百分之二十九点一 沙拉油调理油涨幅达百分之十点二九 也让外食费指数年增率百分之四点八 创十三年新高 显示通膨压力持续攀升 不管是民众还是餐饮食品业者 都要有心理准备 消费者物加指数短期不会向下探 今天新闻讲述的许家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和订阅 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了